报道称 泽连斯基在日前会见到访乌克兰基辅的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及其他自明众议员士表示 无妨计划向美方提交武器清单 其中包括F-16战机 泽连斯基认为F-16战机是加速结束俄乌冲突所必须的 麦考尔在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发表的评论文章中说 美国将向乌提供更多武器 包括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就未来美向乌提供F-16战机的可能性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日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在其声明中已明确指出 他现在正在排除向乌提供F-16战机的必要性 拜登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还称 根据美国军方建议 乌克兰暂时还不需要F-16战机 因此美方尚无提供F-16战机的计划 而美国副国务卿纽兰子表示 美国方面正继续商讨向乌克兰输送F-16战机的可能性 包括满足其长期国防需求 纽兰说 乌方需要进行强有力的整合 不仅包括已经投入使用的武器 还包括尚未训练的武器 以便使用不同方式保卫边境 感谢观看